大家好 我是郭耀仁 那今天来看最后十四场星期二的课 这不是我第一次看的 我在三四年前在新竹就有看过一次 那一次给我非常大的震撼 我觉得这个戏 我觉得世人都应该来看看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 好好的跟自己 跟自己好好的对话 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 沉淀下来的时间 然后让我们好好的去思考 生跟死的问题 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戏 然后让我们更加的知道说 珍惜身边的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你现在有想要跟谁说什么话 千万不要等到以后才说 马上就去做 马上就去说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机会来看这个戏 来好好的跟自己的心灵对话 谢谢